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夏天到了 大家换了夏装没 现在好多漂亮的衣服都是 露肩露背或者露腰的 还有泳衣买了吗 比基尼 我夏天最爱的就是去海边了 你可能也一样 但是有很多宝宝可能还没有信心 穿上那些夏装或者泳衣 没有关系 因为有我呀 这一个月呢 我将给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视频 叫做一个月夏季比基尼身材挑战 每一个星期我会发布一个视频 帮你有规划的从上到下 都能够得到健康漂亮的线条 减肥的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能够帮你全方位的提高体能 然后不管你去哪里玩 你都可以轻松自信的去参加各种活动 不会说一下子就累了 健康美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么为了感谢支持我的宝宝们 也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动起来 我将会送出价值1298元的 Fidbit Charge 2健身手环就是这一个 而且是两个 因为大家在我前面的视频里面都有看到 对我这个手环非常感兴趣 然后很多宝宝留言问我 每个视频我怎么能够那么准确的知道自己运动了30秒 休息了10秒 其实呢这是Fidbit Charge 2的一个特别有的一个功能 它会震动提醒我30秒钟到了 然后10秒后又震动让我开始下一个动作 所以非常方便我平时做运动 还有很多留言问我运动消耗多少卡路里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会受我们的体能心率运动强度时长等影响的 但是Fidbit都会帮我记录下来 记录我的心率 我每天燃烧了多少卡路里 还有会在我工作的时候 定时震动提醒我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 所以真的帮了我很多 还有很多功能呢 大家可以点击简介里的链接去了解 然后欢迎大家去我的同频微博参加这一个抽奖活动 OK第一个星期呢 我们Focus在这上面 这一个运动呢 会用到我们的就是二头肌 三头肌 三脚肌 胸肌等 那么很多肌肉都会牵扯在我们这个锁骨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练瘦手臂的运动呢 会让我们的锁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个运动呢 一共是10分钟左右 需要用到一对三磅的哑铃 这个也就是1.3千克左右 我会在下面分享购买的链接 不是很贵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拉伸一下手臂和肩膀 一边10秒钟 好换另一边 下一个动作 勾着手使劲往身体方向压 感受肩膀的拉伸 第一个动作是小手臂紧贴在一起 慢慢地从下往上移 再慢慢地向下移 移动时感受胸肌和手臂的挤压感 手臂力量越弱移动时抖动得越厉害 大家平时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 第二 肩上推 我们用三磅的哑铃 初学者空手做也可以的 或者用比较细的矿泉水平装满米或者沙子 整个运动所有动作都要双腿张开 膝盖微曲 收紧腹部 向上推哑铃 下来后呼气 感受肩膀的力量 第三 V向抬臂 双手在侧前方抬到和肩膀一样高 时刻注意收紧腹部和膝盖微曲哦 如果宝宝有驼背圆肩的问题 我建议要同时去矫正这个问题 以免给颈椎和脊椎造成过度的压力 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找到这个视频 第四 反噬蹭体 我们先把要用到最多力量的做了 免得后面我们没力气 这个需要用到一张椅子 身体始终与地面保持垂直 双腿在身体前方脚跟着地 慢慢的弯曲手臂 使身体垂直向下降 弯到90度后再慢慢的撑起来 注意一定不要怂肩 打开肩膀保持水平 OK 现在我们做检视俯卧撑 需要注意的是接触地面的是膝盖的前方 如果身体不是直的 那么你很可能是膝盖直接触地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宝宝说膝盖会痛 双眼看向手前方20厘米左右 可以帮你使脖子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收紧腹部 这里也是用到我们的三头肌 大家能做几个就算几个 最重要的是要把动作做标准 第六个动作 三头肌后撑 同样膝盖微曲 这时身体要向前倾 背挺直腹部收紧 慢慢地向后伸展小手臂 注意缓慢地伸长的呼吸 还记得吧 鼻子吸起 嘴巴呼起 第七 风车三头肌伸展 双手在身体两侧 直着向两边举到头顶 然后从脑后慢慢地弯曲手臂向下 要注意的是 不要驼背也不要低头或者紧前倾 但最近 is the same 但最近 check your kicks 到与肩膀一样高 再慢慢的放下 注意呼吸 上来时呼气 下去时鼻子吸气 下面是里外卷臂 上臂固定在身体两侧 掌心相对 小手臂向前抬起放下 再向侧边抬起放下 这样重复30秒 宝宝们有没有忘了膝盖微躯啊 加油哦就快结束了 板上卷臂和里外卷臂一样 上臂都固定不动 这时掌心面向身体 慢慢的抬起小手臂 有没有感受到 小手臂还有二头肌的燃烧 第十一个动作 卷臂慢伸展 同样上臂不动 掌心向身体的前方 用正常的速度 先抬起小手臂到锁骨的位置 然后末数10秒钟 非常非常慢的回到伸展状态 一共是30秒 所以我们做三个来回 慢慢慢慢的 不要着急 看到紧绷热的二头肌了吗 OK最后一个哑铃动作了 坚持住 这样抬起双臂和肩膀一样宽 然后向上举 回来后双臂向胸前合起 打开再重复向上举 这个动作我们的胸肌 还有背肌都得到了锻炼 好了终于可以丢掉哑铃了 最后这三个动作的设计呢 就是为了耗尽你最后一口气的 一定要顶住哦 倒数第三个 双臂伸直往一个方向转30秒 OK反方向30秒 感觉要烧起来了吧 你赚的圈有没有越编越小呢 我的妈呀倒数第二个 这个动作在我的懒人瘦手臂视频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保持小手臂不动 只有上手臂向上抬 坚持压最后一口气 最后了 这是一个缓冲的动作 膝盖保持微躯 懒人瘦手臂视频里面也有想讲 双手握拳 交替向前用力打 打出时 手臂伸直 想象一个你讨厌的东西 然后用力打 OK 完成 OK 这个运动的强度好像也不是特别大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更大难度的只要把那个哑铃换得比三磅还要更重一些就OK了 赶紧练起来吧 如果体质比较高的呢可以做完这一个然后再做我别的有氧运动或者hit运动 OK这个夏天让我们把缩骨秀出来 然后跟我们的拜拜肉说拜拜 希望大家这一个月可以跟着我每个星期这样去坚持 只要一个月哦 我相信你肯定能做到的 OK做完这个运动不要忘了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然后也不要忘了去微博参加抽奖活动 得到跟我一样的fitfit健身手表 拜拜谢谢你们 拜拜